要是做腳的部分 腳的部分其實也很簡單 腳我們一樣是選擇一個長方形 然後我們就拉出一個長方形 然後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我們這個腳是往外翻 所以我們應該是正常來講 腳應該是在前面 那這個只是我們畫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把這個方向往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做成 我們觀察這個線 因為它這個 這個面我們就觀察一下 它這邊呢 總共有 1 2 3 4 5 6 7 8 還有8個邊 所以等於說它 我們等一下在 要挖洞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變成是 呃 這個地方的變成是 要從一個十字中 像這樣子十字塊一起做 就會到處得到那個邊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 這個 這個方向呢 我們就給它多 多兩個分撞 上面這一個 好 然後 應該是可以給它到四個 然後我們現在呢 好 四個分撞之後 這個地方應該也會有一個 一個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編輯做編輯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編輯 好 我們先對一下 對一下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 這個 這個長度呢 把它拉踩 隨著 長度把它拉踩 透過這個編輯裝的方向來觀察 然後這個地方呢 好 我們先觀察一下 腳的部分 我們先這個地方是等下 我們要挖洞 這個地方 所以我先持續 這個中心點 我們先對準這個 上面那個大 這個 這個腿的部分 這個位置 好 嗯 好 然後我們選擇 這個 這個 第二面 後面選擇 我們選擇 多選擇 然後 我們 這個地方呢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這個 邊線 齁 這樣看起來有點 白 太大了 把它調整一下 所以說 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這個 顏色 會影響到 你在做的時候 也是可以 就是先給它一個 基本色 比較深一點的 顏色 然後你的邊線 你可以選擇 深一點的顏色 這樣會比較 方便你在做 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形狀的一個邊修 我現在選擇 我現在選擇 兩個點 就先調整 不要插太多就可以了 好 到這上 這個 這個 好 然後 我們就選擇這四個邊 然後 做一個插入的動作 這個 設置 然後 回到頂視窗 我們來觀察一下 選擇 再次 好 現在呢 我們要這個 有點複雜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只要對準 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就是以內圈 對準 內圈 對準 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 可以 來用這個 點 來調整一下 大致上 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 回到這個地方 你看 就等於說 已經接近了 這個尺寸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一樣把它 這個把它刪除掉 然後 這個 位置呢 再調整一下 把它拉起來 好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 一樣把剛剛那個平滑把它刪除掉 我們來做一個附加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這是 已經附加完成了 所以他們已經是 還沒附加 附加 然後我們現在附加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點 然後目標焊接 把它焊起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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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焊接完之後呢我們再來調整一下鞋子的腳的部分 可以這樣子再調整 就是這個腳的部分不要插太多 因為它這個我們可以當作是鞋子 鞋子的部分有時候再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好像後面的太過頭了 其實調整這個就是蠻花時間的需要 所以需要用不同的角度 這個如果說像這種有時候影響到我們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模型呢 就把它往前推一點 不要影響到我們就是在觀察的時候 再做調整的部分 然後我們 把它改成做局部方向 改成乍格 觀察這個方向 所以調整這個真的需要時間跟耐心啦 調整的地方呢 覺得 調整 調整 可以去學 我們 你 我們應該透過 其他視窗來看一下 好 好 應該有點弧度 推進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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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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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該是差不多了 這個 我們現在呢 現在我們這個 身體的部分跟腳的部分 手的部分都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給它 嗯 再給它一個平滑 這個修改器 給它一個 細分曲面一個平滑 再觀察一下 好 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頭跟身體部分 把它接在一起 那我們一樣 先把這個 離除 然後我們 這個頭部分 我們就 把透明解除掉 按LT 然後LX再一次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 轉換成 隔邊形 好 然後就是 這個方式呢 就跟我們剛剛在做 那個 脖子 好 脖子跟頭的一個方式是 一樣的方式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接 不過 呃 我們現在觀察一下 這個 這個頭的部分 就是 現在它是因為它 這個地方 它一個 刺片 所以我們可以剛剛 像在做腳的 那個方式 你可以觀察這個地方 好 我們要利用這1234的 這個部分 把它用插入 做成一個 編輯成一個 一個 圓形的一個 形態 然後把它 把它延伸出來 跟身體接起來 那身體部分呢 我們先觀察一下 它一樣是有四片 不過 它因為它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 先做一個 對稱的動作 這個身體做一個 對稱 那我們可以到修凱西這邊 往個編輯 然後給它一個對稱 好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身體 把它再轉換成 好 轉換成一次 編輯多分形 好 那我們先把頭往上彈 好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 先做 我們先可以畫 先 可以一樣 這是剛剛我們在做 腳步的時候 我們在畫那個圓形 你可以先找一個 先畫一個圓形 來做一個對齊的工具 比較畫圓 應該是圓 應該是圓 然後呢 我們在身體的部分 好 大概是 好 我們先 單獨顯示一下 好 L加Q 好 然後把這個線呢 把它處理打開 然後選擇 這個 邊面 好 這是這個地方 那我們選擇 圓 我們大概在旁邊畫一下 然後把它拉進來 好 現在看不到 就是代表它在下面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移上來 好 我們就把它移到上面來 好 比如說我的脖子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往後再放大一點點 好 OK 我們就要對準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時候 這個線有點 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 改成紅色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了 就是我們選擇 好 這個 面 好 選擇這個多邊 然後選擇這四面 然後我們就插入 好 插入 我們調整它的大小 好 比如說已經有地方接到就可以了 好 OK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選擇點 我們一樣來做調整 這樣子的話 你的脖子的這個圓形 這個 就不會差太多 好 那相同的方式呢 我們一樣可以用在這個 這個脖子上面 我們把那個 頭 頭的部分 所以 那頭部分我們直接做出脖子 所以 我們就是把這個 剛剛那個面刷子 我們把這個圓保留 好 然後圓保留 然後我們繼續用 我們先 還原這個單圖顯示 好 然後我們 好 好 我們選擇 好 我們選擇 這一個 圓 跟這個頭 單圖顯示 好 然後我們到這個 好 到這個視窗 那 因為它我們現在是頂視窗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是從底部看 底部 底 這個底部 好 就是這個地方 好 然後這個格線太多 按G 好 就是這四片 這四片 好 一二三四 好 一二三四 好 選起來 然後插入 好 然後現在 大家 看看它的位置 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編輯了 所以我們 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可以 比較快速的做出 我們脖子跟身體 接起來的一個 位置 跟那個大小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四面 把它刪除 好 然後我們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這一個 脖子的部分呢 我們選擇這一個 拉進來看 我們選擇這一個 邊界 選擇邊界 然後選擇 選擇邊界 然後點到這一個 然後把它 拉下來 按出 選到這個Z軸 按Shift鍵 把它拉下來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 觀察一下 這個地方沒有平 所以我們用 水平的工具 我們這個 縮放工具 把它改成水平 改成是一個 往Z軸 拉到底 拉到底 它這個地方改變成平 好 這時候我們就 還原單獨顯示 這時候呢 脖子已經做出來了 然後剛好可以接到這個 頭的部分 好 那如果說 呃 假如說你不想把頭做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說 如果你的頭呢 不想跟身體結合在一起呢 齁 這樣子就可以 但是如果說 你小媽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樣 剛剛的方式 好 我們 觀察一下我們這個 身體的頭部分 我們再做一個調整 好 好 我們選擇到這個 好 呃 這個邊界 然後我們 稍微拉一下 然後把這個 按一下 縮破工具 稍微把它這個位置 再把它調平一點 把這個蓋稍微便宜一點 這樣子 比較好做 好 那我們就把它接起來 示範怎麼接 好 對準一下 好 那一樣 我們就把它附加在一起 好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 透過其他的 喔 視窗 我們選擇 這個透視窗 然後我們選擇點 然後目標 焊接 從這一 從任何一點開始都可以 從這裡 我們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 好 這裡 滴下去 好 然後接下來呢 OK 好 這時候我們頭就已經接起來了 然後我們再給它一個 平滑顯示 修改器 然後 呃 區分 曲面 平滑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已經完成一個 基礎的一個人型製作 好 那當然 像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 欸 脖子太長了 我們可以再調整一下 我們把這個脖子的部分呢 我們把這個脖子的部分呢 往往下拉 往下拉 OK 然後 腳的部分呢 我們最後的部分 就是一樣 我們要給它分 呃就是 不能這樣一直線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再多幾分段 至少你要 呃 分個四五段 你就連接 衝來一下 因為我們要選到 來 連接 五段 好 五段 好 差不多 OK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 呃 完成了一個 一個基礎人型的製作 基本上 不會太難 只是你可能需要一點 花點 時間 好 花點那個 好 就是 多一點耐心 好 去完成這個部分 好 那現在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好 看一下 好 這個地方有 有接到 所以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 打開 好 那一般來講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做 呃 這個 就是做 細分 曲面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剛剛在做 合併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沒有錯 所以很簡單 好 我們只要 呃 把這個先刪除 然後我們選擇另外一邊 我們從另外一半把它選起來 好 我們就把另外一半刪除好了 好 好 我們這個地方 觀察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我們做的 太寬了 所以我們把它拉起來 所以我們剛剛在合併的時候呢 我們在做那個 對稱的時候呢 就把這邊也順便一起 接起來 所以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把它對稱 就是ok 比如說現在這個地方 呃 呃 已經 有破洞 所以我會把它接起來 好 我們就 封口 好 炸一下 這個地方有點奇怪 好 我們再把它 好 刪除 一下 多了一些點 的地方 把它移除 好 把多一些點的地方移除掉 好 這個是 這兩個應該是合併在一起 好 有時候我們 能免在做的時候呢 會噴到一些狀況 不過 其實這個還好處理 好 比如說我先把這兩個點 應該是同一個點 先把它接起來 好 然後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它 取 封口 把它接起來 然後這兩個點呢 好 這個點跟這個點 把它連接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再 對稱一次 我們再對稱一次 好 選擇對稱 好 應該來這裡 比較快 選擇對稱 好 那觀察一下 我們現在腳呢 有沒有接在一起 沒有了 對不對 好 OK 然後我們最後再給它一個平滑 好 就是再給它一個平滑 呃 CV局面平滑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 呃 基本的一個人型的建模就完成了 好